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款车型开起来的表现又是怎样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相比于燃油版那个饱受争议的前脸 这款车型采用了一个封闭式的中网设计 整体的造型更加缓和 也更能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改变还是挺棒的 前亮灯采用一个分体式的设计 这种造型在现代SUV车型上还是比较常见的 不过在轿车上大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试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全系车型都配备了LED的前大灯 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车型侧面跟普通燃油版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整体的造型也是比较舒展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17英寸的5幅刀片式轮圈 它的样式还是比较好看的 基本上侧面就是这样 好 我们去车尾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车尾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光川式的尾灯的一个设计 我们知道索拿塔的一个尾灯的开口的朝向是朝上的 而这款车型的尾灯的一个朝向是朝下的 这也使了它的一个视觉重心偏高 另外它的底部的保险杠的一个造型也是稍微的有些担保 使它整体的比例不是特别的协调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车内 首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双12.3英寸的一个连屏的一个设计 这个连屏其实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 它是采用了一个带曲率的一个设计 这在这个价位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中共屏幕的流畅度和轻易度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里面还内置了很多我们经常能用到的功能 比如说是在线的地图音乐还有手机互联功能 不过它的一个UI设计还是有些老套 并没有采用一些比较时髦的一些科技化的一些一些UI设计 这款车型它的方向盘是一个四幅式的设计 官方说这是一个叫D字形的一个造型 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看的 对 然后它的握感也是比较适中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边 是一个空调控制的一个区域 它是采用一个触控式的 按上去有声音的反馈 不过这个面板是一个钢琴烤漆的一个材质 我觉得还是挺容易沾人指纹的 再往下是一个手机无线充电的区域 它的功率是10瓦 然后旁边是一个USB接口 还有一个12伏的点烟器 往后是一个两个杯架 它的塑料感还是有点强的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按键式的换挡机构 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常用的一些功能 它们的按键还是比较大的 按上去还是比较方便的 需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 我比较抱怨的就是这款车型的一个用料部分 它是大面积采用了一个塑料的材质 然后虽然它的上方是一些软性的材质 但是也是比较硬的 再跟大家聊一下这款车型的空间的一个表现 我们把自己调到最低一个且适合驾驶的一个位置 我的身高是1.73 我们看一下头部的空间 大概有四指的一个距离 基本上前排就是这样 我们再去后排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到的后排 首先我们来保持前排座椅的位置不变 我们看一下后排的空间 它的腿部大概有两拳多的一个富裕 还是比较宽敞的 头部的空间也有四指的一个距离 整个后排的空间表现还是非常棒的 然后它的后排中央地台的凸起也是比较低 中央乘客坐上去也是比较舒适的 另外它的后排的配置也是比较齐全的 你像公交出风口 还有后排中央头枕 以及中央扶手也都是多有七倍的 另外跟大家说的是 这款车型是顶配车型 它配为了后排的座椅加热功能 这点还是非常棒的 好现在我们就开上了这款明图纯电动 先跟大家报一下它的参数 它搭载了一台最大功率135千瓦 峰值扭矩316米的泳磁同步电机 单看参数其实并不是特别亮眼 但是因为是纯电动车的缘故 它在低速的动力响应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轻点电门就能给出一个不错的动力反应 不过这款车型在高速再加速的能力就有些疲软了 不过满足日常家用还是足够的 我们此时试驾的车型是顶配车型 它配备了三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 分别是经济舒适和运动模式 把驾驶模式调至运动模式时 可能能够明显感觉到它的动力输出是有点穿的 驾驶员并不是能特别好的控制车速 我个人更喜欢把它的模式调至舒适模式 此时的动力输出还是比较恰到好处的 不急不躁比较符合它家用车的定位 另外跟大家说的一点是 它的动能回收有三个档位 我们把档位调至最强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它的脱带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 并不会干预到我们日常的驾驶 而附加的乘客也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这点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跟大家说的一点是 它的选项其实是放在了方向盘后方的一个拨片的位置 这种设计还是比较新颖的 需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 明图春天弄它的后悬架 是配备了一个有粮食的非独立悬架 要知道在燃油版车型上 其实是配备了一个独立悬架 这点其实是简配的 对于一款20万元的车型来说 确实是有些不应该 不过从实际表现来看 这款车型对于细小颠簸的过滤还是比较到位的 整个底盘的调校比较偏向舒适性 但对于一些较大的颠簸 或者是坑挖路面的时候 能够明显感觉到悬架有些拉不住车身 还是有些过多的弹跳的 另外它的底盘的整体的厚重感 我觉得也是不是特别的强 这点还是比较遗憾的 明图春天弄版它的转线手感比较轻盈 谈不上什么路感 区位也是有的 不过这也符合它加工车的定位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它的一个噪音情况 这款车型它在低速的时候 对于噪音的隔绝还是比较彻底的 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在高速再加速的时候 电流的声音还是能够传递到车内的 这时候还是有些恼人的 好我们来做个总结吧 经过一番体验下来可以看到 这款车型其实并没有一个太过花哨的设计以及配置 动力参数的表现也并不是特别的激进 而且它那个NEDC520公里的续航里程 也足够满足这场家用 能够看得出这款车型是一个惊天业业的家用车 不过大家要知道的是目前它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IRS以及别克的VLAN6 春天豆这些车型目前在市场上 都有6万元的市场优惠 而这款车型要想在后续的市场上 取得一个不错的销量成绩 中端的价格也是重要的一环 本期试验现场就到这里 我是红明浩 我们下期再见